安家纽约您的安家顾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东 欢迎收看地产资讯类节目 安家纽约 在美国房企转名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手续 除了正常的房屋买卖更名以外 有一些民众处于其他的目的 办理这个转名手续 向长者把房产过户给子女 或是将房产以非常低的价格 卖给亲属 那么在这些房企转名中 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们该如何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和纠纷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本期话题 房企转名有讲究 我们为您请来地产律师黄真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黄真律师您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您好 对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房屋交易的过程中 有一个环节非常重要 就是产权的转移 也就是在房企上面 要更改一下名字 新的买主的名字要加上去 俗话就叫房企转名 看过去很简单 是一个简单的手续 换一个名字 但实际上会牵涉到很多的一些问题 甚至会引起一些纠纷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谈谈 这个房企转名 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方面的问题 其实房企转名呢 它是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有偿转让 实际上这就是很像正常的买卖一样 你有一个房子要卖 我有个买谈妥价格 那这样子来说的话 这个房企上面 也必须要转成我的名字 这就是正常的一个交易 对正常的交易呢 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其实还有一种呢 就是有点类似半买半送的 在父母和子女啊 或者是兄弟姐妹啊 亲戚之间 这个方面的问题呢 其实有一点呢 就是说是在于一个税上面 比如说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从两个卖方和买方的角度 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呢是比如说叔叔 他有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他的市价是六十万 那他有一个侄子 他没有这个 叔叔没有其他的子女 他就说 那我这个房子 我就便宜点卖给我的侄子了 那这个侄子呢 就是以二十万的价格 来购买这个房子 那从交易税上的角度来讲 作为一个屋主 在纽约州 你只要这个房子 有一个过手 就有一个交易税 那这个交易税呢 是根据这个买卖的价格 乘以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呢 分两种 一种是五十万以上的房子 是百分之一点八二五 这是在纽约市的 如果是五十万以下的房子 他是这个比例 是百分之一点四二五 乘以买卖价格 所以以这个叔叔来讲呢 他在做半买半送的时候 以二十万卖出去给侄子 跟六十万卖出去给侄子 是有很大的不同了 对 因为这个税率不一样 所以这个交易税 最终要交的也不一样 对 所以叔叔愿意二十万 卖给侄子 半买半送 那叔叔这边就要交一个交易税 他这个交易税很便宜 大概就是两千八到三千元之间 因为他的价格只有二十万 价格只有二十万 所以他的税率就是 你该讲的一点四二五 是 所以差不多 他只要交多少钱 你该说的 两千八百多块 对 所以从叔叔方面来讲 他交了这个交易税 是少交了 对 因为实际上他这个价格 应该是六十万 如果现在只要六十万 他就要交一万一千块 所以你看这当中 他叔叔就省了很多钱 对 但你该讲到一个交易税的问题 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当这个房子在卖出去的时候 也牵涉到一个资本的增值税的问题 对不对 对 是不是这个侄子很便宜地买过来 二十万 但是侄子以后要卖掉这个房产的时候 就牵涉到一个增值税的问题 对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讲究 陈东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侄子说 哇我好格算 我好便宜的房子买回来 但是他没有想到 政府在叔叔这边 让他尝到了 节省这个交易税的好处 反过来是要由你这个侄子 来承担将来的增值税的这个部分 因为他的税法的设计是其实不会让你有这个漏洞的 那我们具体还是以刚才的这个例子来看 用数字来说明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房子呢 这个侄子二十万买进来 以后呢增值到了七十万 那他如果是属于这个自住的房子的话呢 问题不大 因为联邦的政府的规定 你自住的房子 你出售的话 夫妻加起来有五十万的这个免税额 那从七十万的价格卖出去 当然我们打掉所有的开销 假如说这个七十万卖税 他纯赚了五十万 因为他当时的成本算是二十万 对 所以他纯赚了五十万 但是他因为自住 那你就不用交任何的资本所得税 但是如果你这个房子 他是用来投资的 联邦他有一个资本增值税 纽约州有一个联邦 有一个资本增值税 那联邦的大概税率是百分之十五 以今年来讲 那你想一下 如果他是增值到了七十万 卖出去的时候是成本是二十万 纯赚了五十万 五十万乘以这个百分之十五 那就要是七万五的增值税 光是联邦这个程度 那还要再加上州的 大概是百分之十一左右 那算下来的话 是大概五万块钱左右 那你这样子加起来的话 岂不是很大的一笔增值税 是要这个侄子将来来承担了 对 侄子在卖房的时候 就牵扯到一个增值税 可能要交的比较高 因为你当时买进来的成本很低 所以这里面来讲 你这个增值这方面的 赚的钱很多 所以你税也要交的很多 对 所以这是在半买半送的过程中 要注意到这么一个税法的一个问题 对 是 那这里面会不会牵涉到一个产权保险 也是需要注意的 在半买半送的时候 因为这个产权保险 到底在转名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重新的购买 这怎么购买法 这个时候很多人做的一个选择 他就是说 我买卖价格是多少 我就按照多少来买这个产权的保险 所谓产权保险呢 就是说你买到的那个额度 就是将来如果发生了问题 你的理赔额 那所以你买按照房子 以刚才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你以这个房子的买卖价格20万 来买这个理赔额 那你将来发生问题的话 你的理赔最多保险公司就是赔你20万 而不是你这个房子的市场价格 比如说60万 或者将来涨到70万 不是的 对 所以这个是在购买产权保险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是讲了 在有偿转让方面 特别是亲属之间的 半买半送方面 可能会牵涉到一个税的问题 一个产权保险 怎么买的一个问题 对 但更多的实际上在亲属之间 是一种无偿的转让 实际上有就是赠予 我把房子赠予给子女 在这方面来说的话 手续是更简单 还是说会更复杂呢 手续是很简单 但是问题也不少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是什么样的手续 这个手续呢 其实就是去律师楼呢 基本上两次就可以了 第一次呢 就是由父母呢 带好子女和自己本人的一些证件 和公卡号码 以及呢 就是提供这房子的地址 那让律师楼可以呢 按照这些资料来做 房企转名的法律文书 那第二次呢 就是父母和子女一起 上律师楼签署 所有的法律文件 和这个要签署交易税的 这些法律的文件 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手续 所以手续真的是很简单 只要去两次的律师楼 就搞定了这个房企的转名 对 那这里面会不会牵涉到一些费用的问题 费用是多少 费用其实相对买卖来讲 这个费用其实是非常低的 基本上律师楼的费用呢 应该不会超过一千块 那如果是登记费的话呢 它基本上就是自住的一家庭 大概是165块的政府的登记费用 对 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时间也很短 然后手续也很简单 刚才我们提到有偿转让 会牵涉到税和这个保险的问题 那在这个无偿的转让方面 会不会也会牵涉到这两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先从这个产权保险来讲 那如果是父母赠予给子女 那父母他们原来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买的一份产权保险单还是有效的 他小孩子还是可以继续用那份保单 如果发生问题 可以向产权公司进行索赔 如果是讲到这个以后的这个税 第一就是说交易税 因为它的这个价值是零 就是说是父母赠予给子女的 那么他的交易税也就是零 所以说其实交易税上来说是没有什么成本 那第二个呢是又涉及到说 以后子女他拿了这个房子以后去出售的话 那他的这个成本是什么样 其实是一样的还是要按照父母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的这个成本 那我们用数字来讲的话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比如说这个房子的市价是六十万 父母当时买的时候呢是二十万 那如果父母呢他就是把这个房子送给了子女 那子女呢他以后在这房子涨到七十万的时候 去把他给卖掉了 那这个时候呢就变成说子女是七十万的售价 然后减去他的成本是用他父母买房成本二十万来计算 那子女的所得呢就变成了五十万 那一样的跟刚才这个叔叔跟侄子的这个状况 他如果是取决于这房子是自住还是投资 就会又有发生很大的一个不同 那最高的如果是投资的话 那他可能就要差不多快十万块钱的这个资本所得税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家父母在给子女的转让的时候 所需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父母是以遗产的形式 把这个房子传给子女的话 这也是一种转名 但这时候的这个房产的增值税 是不是计算的方式又不一样了 如果这房子是在父母过世以后转给子女 比如说还是以刚才的例子 父母二十万买进 然后呢这个市场的这个价值呢 在父母过生的时候是六十万 那后来子女出售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十七十万 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通过父母去世遗产的方式继承出售的话 那子女的所得 其实是以父母过世的时候的市场价值 也就是六十万 那就变成七十万减去过世时候的市场价值六十万 就等于子女只赚了十万 那他们要交的税就是以这个十万的盈利额来计算的 那相对来说就比刚才的五十万要少得多得多 对 所以从这个增值税这方面来说的话 一般来说是继承的方式要比赠予的方式要省税了很多 是 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无偿赠予手续是怎么样 刚才你也买了一个副笔 说这种无偿的赠予 特别是父母把房子给子女的时候 其实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那么到底会出现哪些方面的问题 民众要注意些什么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谈谈房企如何转名 以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反正我们在上半段谈过了 很多的老年人要把房子赠予给子女 也就是无偿的转让给子女 所以在房契上面要把这个房契的名字 改变成子女的名字 首先很多老年人有一种想法 说我老了 这个很多身体会出现一些状况 那这时候想能够享受政府的医疗补助 就是Medicaid 那很多老人会想说我要有政府的Medicaid 但我这边就不能有房产 不能有资产 那我还不如把房子就转给子女的名下 所以在这里面 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状况和问题 是他们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好像以为我有一套房子 我就不能够申请这个政府的医疗补助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申请政府的医疗补助 它关键的一个点是说 你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 这个资源所谓资源就是金钱上的 当然是指说你可以变现的 你马上就可以用的 因为房子你总不见得说 我把这房子卖了 去住大街或租房子 然后拿这个钱来支付我的医疗费 不是这样 而且我听说并不是你把房子卖掉以后 你马上就可以申请到 很多政府的一些福利和补助 对不对 还有一个期限的一方面的规定 对 是它其中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福利 它其实是要必须在你的可支配的现金资源 没有了以后的五年之后才可以 所以虽然老人家他把房子转掉了 但是他去享受说政府的福利 Medicare 那他有可能发生的一些费用 到时候还是要自己承担 所以这个五年的期限呢 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那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在把房子转给子女以后 实际上就失去了自己的一些保障了 比如说有的子女不孝 你把房子转给子女以后 过几年子女把你赶走 不让你住这个房子 或者要把房子强行的卖掉 这里面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怎么样把这个房子安全的 能够转给自己的子女 同时又保障自己晚年的生活的一个 有一个安定的居所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那通常有的时候父母上我们律师楼来说 我可不可以私底下再跟我的儿子女儿 欠一份东西 律师啊你帮我们做见证哦 你告诉他不能以后卖房子哦 其实我们只能够非常抱歉的 对他们说不好意思 你这个心愿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因为在纽约州 所有的跟房子有关的 必须是登记在案 就比如说是房企是有登记的 那房子上写谁的名字 他就有所有的权利 是父母送给他的也好 不受这个父母的制约 他只要房企是谁的名字 谁就有权做主 把房子给卖了 但如果真的要把房子 这个转给子女 这个房企上面确实也改了子女的名字 但这是同时又能够保障老人的利益 所以有哪些方法可以做的 其中有一点就是说 在这个房企上 就是新的房企上 专门注明说 这个父母老人 他有终身的居住权 所以只要他这个父母 愿意在这个房子里面住多久 你这个子女 就算这房子是你子女的 他也不能赶他走 要卖这个房子 就必须是有拥有这个终身居住权的这个人 来签字 同一脉才可以 所以这一点上是很大程度上 能够保障到老年人 他有这样的一个权益 对 但是我也听说很像市区里面 大家说 可不可以做一种信托 用信托的方式来保障老人的利益 但是至于怎么信托 很多人还是不了解 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方式 这个信托其实它就是一个 所谓的信托 它是一个法律的文件 作为父母 他们是要去律师楼 做一个信托的法律的文书 这个法律的文书 它可以列清楚说 谁是受托人 比如说你可以指定一个 你子女当中 离你住得比较近的 来帮你管理这个信托 那你的 里面也可以写出一些条件说 你有生之日 这个房子不可以出售 或者说你这个房子以后 要传给你的孙子 或者是由谁来享有等等 所以在这个方面 很大程度上 能够保障到老年人的财存 这个安全 同时 这个父母他也是 因为他把房子转掉了 转到这个信托里面 同时也要做一个房契的转让 转名也就是房契改名 父母名下的房契改到 变成这个信托 来持有这个房产 这种方式 那父母就没有任何的资产了 从这个角度上讲 其实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 对 所以你刚才解释了 这种信托的一种方式 虽然这个信托 可能最终的办理 要咨询具体的律师 具体的情况分析 但是民众可以记住 就是说房产不要急于的转名 其实可以用信托的方式来解决 反正我还想到一个问题 很多人为了这个房产的转名 他的目的实际上来说的话 怎么讲不太光明 比如说他去是这个房子 他欠了一些地税 欠了一些房屋的违章的罚单 甚至一些个人方面的一些欠款 他想说这个时候 我为了避免去偿还这些债务 我把房子转名出去 这样子我没有资产了 你也追究不到我 所以很多人是不是 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行得通吗 也是很普遍的 他有这样的想法说 通过转名来规避他的债务 能不能行得通 那我的回答是从两个方面 这样子的话 大家容易理得清 第一个他就是说 看这个房子 跟这个房子有关的债务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欠地税 总之跟这个房子有关 然后记录上又能够查得到的 那当然通过简单的转名 是不能够规避这些责任的 那另外一种呢 像有的人 比如说先生在外面做生意啊 然后呢 涉及到一些金钱的官司啊 然后官司打输啦 然后先生想说 我有房子 我不想拿来抵债 我就把这房子转给我的子女啊 转给我的配偶啊 那这一点呢 这一类的债务呢 是跟人有关的 就是跟这个房子 房子好好的 根本就没有关系 问题 但是这个人 屋主 他本人发生了这些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分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呢 就是说 你在转名的时候 你这个债务 是不是已经被公示了 如果是已经公示了的话呢 公示的意思就是 政府可以查得到的 对 公示就是说 产权公司他如果去调查 那个时候他就是能够查得到 比如说十年前 先生有一个债务 然后他要把这个房子呢 发生债务以后 把房子这个转名给了这个太太 那如果查得到十年前 他拥有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他已经发生了这个债务 那这个债呢 永远就还是得跟着这个房子走 因为谁接了他的房子 就谁接了他的这个债务 但是如果在这个房子 还没有这个债务呢 他还没有公示的时候 那他就把它转走的话呢 这种情况下呢 就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了 我们今天就理清了一些 房企转名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 大家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我想还有一些民众啊 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具体问题 要请教您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 你问我 我可以把房子转给未成年的孩子吗 在房欠中将上孩子的名字 需要和贷款银行说吗 我亲戚要办买办送我一套房产 那产权保险按什么价格保呢 好 黄医师 你看有三个观众向你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的是 我可以把房子转给未成年的孩子吗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 但实际操作上我们不建议 因为子女孩未成年 所有涉及到对这个房子的处置 比如像出售啊 比如说像重新贷款啊 都需要这个屋主签字 那既然你未成年 你怎么签字呢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一套 很复杂的向法院申请的手续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不建议放未成年的小孩 在名字在房企里 好 第二个问题问的是 在房企中加上孩子的名字 那么需要和贷款银行通知吗 理论上来说是需要的 因为你在向银行 做贷款的文件的时候 签署的那些贷款的文件 你是跟银行保证说 这个房子上的屋主是谁 如果以后有变更 你必须要通知银行 那如果你通知了银行呢 银行它有两种做法 一种呢就是说 你把贷款还掉 你不欠我的钱了 那你这个房子 爱加谁的名字 就加谁的名字 那第二种呢 大多数人他没有能力 就一下子就是能够还清的嘛 对不对 可能他贷款还有很多钱 那那个时候呢 银行就会说 你可以做一个重新贷款 在做重新贷款的时候呢 同时做这个改名的手续 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好 那第三个问题是 我的亲戚要半买半送我一套房产 那产权保险是按照什么价格来保呢 这个我们刚才讲到 很多人说他为了省钱嘛 他保险就是说 我20万买进的 我就按照20万来买了 但事实上呢 作为一个理智的一个买房者 你如果很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的话 其实呢 你可以向你的律师要求说 我要买一个产权保险 这个保额呢 相当于这个房子的市场的价值 这样子做呢 是最大限度的保障到了 这个授予这个房 低价购买的房子的买方的这个利益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两种选择 购买产权保险 你可以按照实际的交易价 也就是非常低的20万来购买 你也可以按照市场价60万来购买 是 由你自己选择 对 是这样子 OK 好 非常谢谢黄征律师 不客气 这个房企改名 手续看过去很像很简单 对 改一个名字 签个字就可以了 对 但实际上里面的门道还是非常多的 是 有很多需要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 对 所以我希望这期节目 对那些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 应该有所帮助 本期嘉宾观点 拥有自住房 与能否申请政府福利不关 赠予的房产 无法购买新的产权保险 老人在房契转民中 应住民拥有居住权 房契转民 无法逃避或勾销房屋欠款 安家纽约节目就是希望成为您 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 电子邮箱 把你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您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 获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2014纽约地产红火热闹 哪些地产大事让您印象深刻 哪些地产新闻将影响未来走向 67%是国人海外置业的结果 可负担房屋开放申请了 哇 好多人打电话来 下期安家纽约推出特别节目 安家三人谈 与您一起盘点 2014纽约地产大事迹